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里是神仙的居所,洞口常年喷云土物,洞中长有瑰丽的神仙树林 更不可思议的是,幽暗的洞底暗河中还生活着一种奇幻的生物 百姓们都说,那种动物有着非同一般的灵性,只在山林水旧的地方繁衍生息 传说中,它身体柔软灵活,尾部扁宽如鱼 有人说,它很可能是一种奇异的洞觉蛇类 然而还有人说,那种不明生物与蛇不同 这种生物的腹部生长着粗短的四肢 于是有人把这种生物称为龙鱼 因为在普通人看来,只有古代的神龙才在蛇一般的身躯下长有粗壮的四肢 尽管这样的传言在当地已经流传了数百年 但是却极少有人亲眼见过那种奇异的生物 为了解开那个神秘洞穴背后的地理秘密 探寻传说中的这种神奇生物的生存环境 不久前,地理中国设置组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员邱小平一起 前往连城县赖原乡,开始了实地考察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很快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仙云洞 洞口果然如同传说中一般云雾缭绕 专家分析认为,这是洞内外的温差导致的 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洞中的空气里含有大量的水分 而这些水分很可能就是来自传说中栖息着神秘生物的洞底暗河 进入洞穴后,科考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里一路摸索 沿途我们陆续发现了大量的蝙蝠、造马等洞穴生物 专家介绍说,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洞窟具有完整而复杂的生态系统 两个多小时后,队员们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支洞口 看到了被老乡称为神仙树木的连盆柱景观 专家认为,这种举世罕见的特殊石归岩沉寂景观的出现 意味着仙云洞是一个典型的卡斯特溶洞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这个洞穴所在地曾经发生过重大的环境变迁 如果那种传说中的游角龙鱼真实存在 它很有可能是一种来自九远年代的珍稀结仪物种 为了不破坏这些精美的洞穴沉寂物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辗转找到了附近的一条植栋 继续对洞穴的探索 然而这时候,前方潮湿的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痕迹 它们形如梅花,密集分布 看形状,似乎是某种动物的脚印 这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游角龙鱼留下的呢 在艰难地通过了一段狭长的通道后 考察队员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灰白色的身影 它几乎是一闪而过 瞬间就消失在了黑暗的洞穴中 顺着它消失的方向 队员们在黑暗的溶洞里开始了寻找 几分钟后 队员们前方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绿色的草叶 中年不见阳光的地下洞穴中 中年生活在幽暗环境中的洞穴鼠 这个附近有很重的一股尿骚味 这肯定就是洞穴老鼠的这个老巢了 专家推测说 这个区域很可能是洞穴鼠类的聚居地 那么都说这个老鼠天生会打洞 哦对啊 这儿的老鼠不打洞 对 因为这个 这个湿壶也很硬 老鼠打不动 它的那个 链齿尽管很厉害 但是这种原始它啃不动 所以它只能 就地起才弄一些树叶草叶来铺一个洞 专家告诉我们 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种洞穴鼠类 一定不是人们传说的游角龙鱼 而洞穴鼠类并非洞穴的常驻居民 它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洞外寒冷的天气 暂时居住到这儿的 黑暗的洞穴中缺乏食物 这些老鼠需要定期前往洞外觅食 所以传说中存在游角龙鱼的暗河 很可能还在更深层的溶洞底部 考察组沿着溶洞的走向 继续向下伸入 一个多小时后 队员们进入了一个洞穴大厅内 环过四周 大家发现 这是一个枝洞 洞顶的崖壁上 有一条明显的水流 正急促地流向地面 仔细打量我们脚下的地面 队员们注意到 触目所迪 到处都是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的堤坝 仿佛是一片密集的山区梯田 大小不一的田中 水波充盈 看上去凌冻清亮 根据目测 这一片高低起伏的田梗 面积至少有150平方米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 微缩景观的这个边石坝 这一个洞的面积 这个洞里面基本上一半的面积 都是边石坝 邱教授告诉我们 薄层地下水在石灰岩层底部缓慢地流过 水中的碳桑盖在水洼边远处逐渐吸出 慢慢形成田梗状的沉积 洞穴中形成的层层叠叠的边石坝 老百姓通常形象地将它称为仙人田 然而邱教授很快发现 我们眼前的这些边石坝 拥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特点 非常微细 非常精细 一般的边石坝都很宽很大的 对 这里为什么这个出现了这么微细的 这个层层叠叠像梯田状的这个边石坝 原来我们脚下的边石坝非常细微 石坝的边缘仅有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成千上万条曲线密集分布着 层层叠叠 一直延伸到洞穴大厅的底部 这让专家一时也无法解释 他猜测 这个溶洞出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礼貌 这里的岩石和水纹状况 一定存在着某些特殊之处 随后 在这个流水的大厅里 我们陆续发现了石中乳 石笋 石蔓等洞穴沉积物 这与我们在上层洞穴中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 邱教授推测 科考队目前所在的区域 或许已经接近了岸河 只有找到岸河进行分析 我们才可能揭开这个奇异溶洞的全部谜题 果然又行进了半个小时 前方出现了哗哗的水声 顺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我们终于来到了岸河的边缘 那么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游角龙鱼是否存在 它究竟藏生在哪里呢 大家立刻开始分头寻找了起来 当中老师传说这边有一种育物 早就脚的育物 他喜欢在这里 身间就是一下岸河的育物 一个常生 我们找找 heraus 脚下的岸河水流平缓 清澈见底 在水中大家先后发现了螃蟹鱼类等多种生物 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们却并没有发现那种如鱼四蛇 四肢粗短的神秘生物 这让大家都很沮丧 难道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并不存在 或者它已经在不久之前彻底灭绝了 然而考察组一路摸索历经波测 已经花费了近五个小时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洞底的暗河 队员们谁也不愿轻易放弃 半个多小时后 在河道的一个拐弯处 我们突然发现水下似乎有一个晃动的身影 一闪而过 这让大家多了几分期待 于是队员们聚集在这一带附近 更加仔细地寻找 果然不久后 队员们在一块岩石下有了发现 这好像有一个吗 这是不是 说你给他看一下 这是不是 是我们这几天有一个东西 你看不太清楚 东西各个的 找他很奇怪 这是不是就你们说的有角鱼啊 师傅 对对 不是不是 有军润 就是这个 对对 古兰话叫有鱼 我们古兰话叫有军润 天哪 我们折腾这么长时间终于发现了 又看不见了 在沙里面 传说中的游角鱼鱼 终于出现在了科考队面前 这让大家都非常兴奋 这个个体还比较大 因为这个15如6年里的程度 我们发现 这种动物的外表的确非常特殊 它通体呈现黑褐色 头部扁平 拥有明显的自肢和突出的眼部 长长的尾巴在水中摇曳生姿 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 整个身长大约15厘米左右 奇特的是 这种动物的四肢并不一致 两只前只拥有四指 而后只则有着五根指头 整体形态与普通的鱼类相差甚远 眼前这种生物的特殊形态 让专家很快联想起一种常见的动物 蜥蜴 蜥蜴是一种爬行动物 和油角龙鱼相比 它拥有同样扁平的头部 明显的四肢和修长的尾部 那么这种神秘的油角龙鱼 会不会就是一种特殊的蜥蜴呢 仔细比对它们的外表 专家发现 蜥蜴全身被非常明显的鳞片覆盖 而水中的油角龙鱼身体表面却相当光滑 没有鳞片 而且蜥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陆地上 而在百姓的传说中 这种油角鱼却是离水极王 专家据此推测 虽然外表相似 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种生物 这时候 专家又联想起另一种在洞穴中生存的珍稀动物 大泥 两亿多年前 大泥曾和恐龙在同一时代生存 因为叫声不似婴儿的哭声 所以大泥又被人们叫做娃娃鱼 大泥同样拥有粗壮的四肢 长长的尾巴和扁平的头部 同样喜欢牺身在幽深的暗河里 那么这条暗河里的油角龙鱼 会不会就是一种变异了的娃娃鱼呢 在比较了娃娃鱼和眼前这种龙鱼后 专家发现 它们的形态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除了身体颜色的不同之外 大泥体型巨大 通常能达到一米左右 而龙鱼却非常细小 只有十几厘米长 大泥四肢粗短 行动迟缓 而眼前的龙鱼却四肢修长 在水中活动灵活迅速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暗河附近观察了近一个小时 却始终没有听见它 发出任何类似啼哭般的叫声 队员们猜测 这种生物并不属于娃娃鱼 可是它们之间却拥有类似的外表和生活环境 莫非这种游角龙鱼和娃娃鱼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查阅资料后专家发现 眼前的龙鱼原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珍稀动物 中国小鱼是我们中国做特有的物质 世界其他地方还基本上没发现过 所以它中国的命运 对 过去很长时间没见到它 因为它灭绝了 现在又重新发现 那我今天能见到它真的很幸运 是 原来这个形状古怪的动物叫做中国小泥 它和大泥一样 同属于荣原科 三亿多年前它就出现在了地球上 中国小泥是我国独有的物种 数量非常稀少 已经被列入了我国宾威动物的红皮书 130多年前 一名外国人在湖北宜昌首次发现了这种动物 将它定名为中国小泥 然而近几十年来 这种动物竟然神秘的销声匿迹了 近年来科学家在野外几乎没有发现过它的活体 因此科学家普遍认为它已经到了灭亡的边 但是在这个洞穴中 我们竟然发现了中国小泥的深夜 这让庄家感到这个溶洞可能真的非同一般 我们打亮着眼前的中国小泥 一个疑问油然而生 这种珍稀的结疑物种 为什么会出现在赖源的溶洞中 难道这的暗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地上这个跟一般赖源溶洞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溶洞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立石碎石 随后邱教授对暗河的水质进行了测量 检测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条暗河水质极佳 几乎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专家猜测这种特殊的水环境 或许正是中国小泥得以幸存的原因 中国小泥要求是非常洁净的这个环境 稍微有些污染它就会有生存 它对水质要求很高 要求很高 所以现在才成为另外一物种 原来中国小泥是一种非常娇气的动物 对生活的水质要求极高 随着近年来人类活动不断扩展 中国小泥的栖息地不断遭到破坏 因此数量大幅锐减 但是面前的这条暗河竟然拥有一场纯净的水质 再加上这里充足的食物和不为人打扰的栖息环境 成为了中国小泥难得的乐土 然而在中国石灰岩溶洞数以万计 为什么只有这里能成为中国小泥的栖息地 它超乎寻常的优异水质源自哪里 暗河中奇怪的细沙又是从何而来呢 专家仔细打量这里的石灰岩洞壁 很快他发现了这个洞穴中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 专家告诉我们 这儿的石灰岩层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硅成分 它们在无形中净化了洞中的水质 一般的石灰岩溶洞地下水的矿化度都很高 因为它会溶点碳酸钙 我们这地方为什么这个矿化度这么低呢 就是因为这是不成的碳酸源 它含有大量的这个二氧化硅 就是硅脂的成分 还有棉头的成分 它吸附或者是过滤的这个碳酸钙 所以流出来的这个地下暗河的水 水是非常流量 化化度很低 邱教授介绍说 脚下暗河中的那些细沙 正是岩石中的二氧化硅 分化后形成的颗粒物 而考察署之前看到的微缩边石坝景观 同样是由于岩石中含有二氧化硅 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的石灰岩 与水发生反应的速度比普通石灰岩慢 因此无法形成大面积的边石坝 只在水流边缘形成了非常细小的微缩景观 那么为什么连城这里的石灰岩与众不同 岩层中大量的二氧化硅又是从何而来呢 专家随后带领科考队扩大了考察范围 邱教授发现 连城周围地区大规模的分布着红色沙岩 而这里的红色沙岩同样具有特点 看伤盖的交接物很少 二氧化硅的交接物多了 原来两亿年前 敏西一带还是一片汪洋 海中的生物碎屑等开始慢慢沉积 形成了大量石灰岩 这里的地层中含有很多二氧化硅 使得石灰岩中夹杂了很多硅制成分 而后随着火山喷发 敏西大地形成了一系列断线盆地 随着盆地的逐渐沉降 这里形成了大量含有沙粒和二氧化硅的红色沙岩 它们覆盖了原先的石灰岩地层 而后新的造山运动再一次开始 红色的沙岩出入地表 形成了文明侠尔的武夷山脉 而在红色沙岩较为薄弱的地方 许多古老的石灰岩层也被地质挤压 形成了山体 专家告诉我们 联城正是福建地区红色沙岩和石灰岩交接的地方 正是这种特殊的岩石构造 成就了这里异常洁净的水质 石灰岩溶洞周边 遍布着数百米厚的红色沙岩 致密的沙岩能够层层过滤大气降水 经过沙岩过滤后的地下水 在流入石灰岩形成的地下溶洞暗河中 在这里进一步过滤净化 形成了稳定而又优良的淡水生态环境 因此这里才成为了这些结疑生物 中国小泥的世外桃源 通过考察 我们最终揭开了联城地区的一系列神秘灭纱 中国小泥这种濒临灭绝的结疑生物的发现 让这科学家们兴奋不已 而溶洞中一系列罕见的绝世景观 也让专家对这里特殊的盐绒地貌产生了兴趣 在闽西地区还有更多神奇的地貌 等待着科学家们继续去探究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因为在普通人看来 只有古代的神龙才在蛇一般的身躯下 长有粗壮的四肢 尽管这样的传言在当地已经流传了数百年 但是却极少有人亲眼见过那种奇异的生物 为了解开那个神秘洞穴背后的地理秘密 探寻传说中的这种神奇生物的生存环境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员邱小平一起 前往联城县赖原乡 开始了实地考察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很快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仙蕴洞 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是一个被全山环抱的山间盆地 在县城东部有一座明满天下的大山 灌寨山 在连城的客家人心中 这座由红色沙岩构成的山体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于周围的大山 千百年来当地人流传着很多奇幻的传说 据说在深山密林间有一个神秘的洞穴 仙云洞 那里是神仙的居所 洞口常年喷云土物 洞中长有瑰丽的神仙树林 更不可思议的是 幽暗的洞底暗河中 还生活着一种奇幻的生物 百姓们都说 那种动物有着非同一般的灵性 只在山林水旧的地方繁衍生息 传说中 它身体柔软灵活 尾部扁宽如鱼 有人说 它很可能是一种奇异的洞穴蛇 然而还有人说 那种不明生物与蛇不同 这种生物的腹部 生长着粗短的四肢 于是有人把这种生物称为龙鱼 闽西起山 隐藏神秘洞窟 喷云土物 怪石密布 暗河涌动 哪里才有传说中的奇异生灵 中宗龙鱼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里 专家带领我们来到福建西部的林城县 进入了一个叫做仙云洞的神秘洞窟进行考察 单位百姓说 在这个洞穴深处的暗河里 生活着一种充满灵性的动物 它似鱼飞鱼 似蛇飞蛇 还长有粗短的四肢 更神奇的是 据说这种动物出现在山岭 一定水质干裂 土壤肥沃 非常适宜人们居住 那么可考的是否能够在黑暗的洞中 找到这种游角龙鱼呢 它的背后又隐藏着 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 林城县